我們還是回到防疫 民眾非常關心 而且也擔心的是 武漢肺炎病毒已經出現突變了嗎 無症狀可傳人 疫情難防嗎 其實無症狀人傳人 這個我們之前就知道 但是這個病毒我們很難對付 現在已經陸陸續續傳出突變 那個突變本來就會常常發生的 因為我們知道RNA病毒 它的複製是非常不精準的 它沒有密切的吻合的核酸 它都會上來 所以它會突變 問題是它有沒有關鍵的突變 有沒有關鍵的突變 什麼叫關鍵呢 就是尤其是它那個 我們說S蛋白 它要攻擊人類細胞 一定要靠那個東西 S蛋白 那個S蛋白不可以隨便亂變 它一變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吸附人類細胞 所以它在變 都是變其他那個 無關鍵要的部分 那它的突變 會影響到我們的治療嗎 不會 其實不管它怎麼突變 我們都去上去 你看殘病毒好了 殘病毒從1998年 殘病毒71型 一直到現在 我們每年都在流行 它已經變了好幾次了 ABCD好多種型 但是它還是殘病毒 它的美貌還留在那邊 就是它的肢體 你看不出來的地方有點 不重要的地方有點突變 皮膚變粗 有皮膚疹怎麼樣 不影響到我們對它的觀感 所以殘病毒 我們就是發展一種疫苗 它沒有變成很多種病毒 它的致病力也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序列的變化 只是一個自然改變的結果 它不會影響到它的疫情 假設現在我們在臨床試驗的 瑞德西偉藥 對之前的病例是有效的 那也不會因為病毒的突變 加來瑞德西偉藥就不能用了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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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這個圖片的數字是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例子出現在 第一個是在巴西 那有一位61歲的男性 聖保羅61歲的男性 他在2月9號到2月21號 到義大利去旅遊 那麼當然很有可能就是 在義大利被感染到了 他返回巴西就出現了 發燒 乾咳等等的症狀 好 最終要來了 這一起巴西來自於意大利旅遊史的病例 它的病毒基因序列被發現 只有一處基因序列和義大利的相同 而義大利是從誰來的呢 從湖北來的 湖北的旅客來的 又發現 義大利的基因序列 和湖北旅客的基因序列 只有三處相同 又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個病毒好厲害 一直在變 張尚淳說 台大醫院分離了兩個病毒株 疾管室也成功分離了病毒株 結果我們比對發現 這些案例身上的病毒 比較像是原始的武漢病毒株 有些則遠離了 確實也產生了序列的變化 換句 台灣的新冠肺炎病毒也突變了 好 這是我們要提醒觀眾朋友 但這跟突變無關嗎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說 無症狀傳染者 傳染期最長可以達到29天 還出了一份報告 那這跟我們過去14天 最長14天的想法 和過去我們的隔離方式 那豈不是推翻了嗎 你可以看到 這是南京發表的文章 南京發表 所以這24例都是南京的病例 確診的病例 你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表示 它是從這個所謂的武漢跑來的 就是有旅遊史就對了 然後這個箭頭 是它原來住在武漢 箭頭是原來住在武漢 其他當然也有沒有 任何武漢旅遊史或住在武漢的 他也得到了 然後這個地方是住院日期 就住院了 住院了 但他住院的日期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他住院日期在這邊都有寫 那你不管他 他是想辦法讓你看得懂 這是住院的 住院的意思是什麼 就醫生判定你確診了 你確診才會住院 你不確診怎麼會住院 好 然後你就會看到 有趣的是潛伏期 全部人不一樣 因為你確診 就表示被醫生找到了 是 那你看有的人是比如說 1 2 3 4 5 6 7天 有的人可能很多天 最長的是這一位 對 可能很多天 對不對 這我就不算了 因為我也沒辦法去算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你住院的時候 那醫生為什麼讓你住院 你總得要有點症狀 對不對 那有趣了 紫色三角形是有症狀 你可以看到這邊沒有紫色三角形 那紫色三角形其實不多 就1 2 3 4 5位 紫色三角形是有症狀 就比如說我們剛剛上一段節目裡面 講到的什麼 什麼這個所謂的流鼻水 或者什麼喉嚨痛 或者什麼沒力氣 或者乾咳什麼的 他都沒有 就是紫色的 那他為什麼會判住院 他肯定有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小黃點是什麼 CT斷層 小黃點是CT斷層 CT斷層主要出事了 就表示肺部已經有肺炎了 然後另外這個小綠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抽血異常 因為 所以有小黃點和小綠點 就代表他也做了CT 也做了抽血 對 一定要做 他這都會做 因為你判定他住院 你一定要有理由 所以他CT判到有肺炎 然後抽血又異常 那他就已經確定要讓他住院 可是你沒有看到三角形 沒有看到他有症狀 沒有紫色的 沒有看到紫色三角形 所以這一張圖表是告訴你說 有非常多的人 在確診前 其實沒有症狀 所以這一篇文章就是要告訴你說 無症狀的人是非常的多 他把你整理給你看 那當然後面也會有症狀 還有 阿關這很重要的數據 我要告訴你 這是非常重要的數據 你看到黑色的 這個咖啡色的三角形 深咖啡色的 是PCR陽性 PCR陽性 就是 我們的核酸檢測 對 核酸檢測 那淺色三角形是什麼 是陰性 那你可以看到是什麼意思 很扯 你可以看到 它陽性 陽性 陽性 就是陰性 再側又陽性 富陽 然後又陰性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出院 這個更扯 這個是陽 陰 陽 陰 陽 陰 然後你再看 這個綠色箭頭是什麼 出院 綠色箭頭是出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當時 因為早期他是二彩英出院 現在台灣改成三彩英 那當時二彩英 你看一次兩次出院 有沒有 看到沒有 一次兩次出院 至於這些人還沒出院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他是不是有什麼情況 我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一 二 三 四彩英 不是 因為他有過這種反覆的 他有時候會怕 但是我不管 但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但我只告訴你 文章就告訴你 綠色的是什麼 出院 所以這張圖告訴你 無症狀的很多 潛伏期又都不一樣 很長的 也很多 然後住院的時候沒症狀 然後住了院之後 PCR一下陽 一下陰 一下陽 一下陰 給我們非常 這一張圖給我們非常多的資料 這一張圖非常有效 那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什麼 這一張是第13例 就是這個的第13例 第13例是最扯的是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症狀 都沒有症狀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症狀 但是他的PCR都是陽性 陽性 你講得很好 沒有 他有一個陰 有一個陰 對 然後 大部分是陽 這個很紅色是有症狀 這兩張圖因為不一樣了 所以粉紅色是有症狀 沒有粉紅色全部無症狀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個人29天無症狀 可是問題是 他住院在哪一天 住院在這一天 他那一天住院的時候 一定是斷層看到有問題 然後檢測有陽性 你檢測有陽性的肺炎 一定要住院 可是從頭到尾不會什麼 什麼 沒有表面症狀 對 你講得真好 沒有表面症狀 好 那但是重點來了 他傳給誰 這三個不是在那裡面的 這是他太太 這是他兒子 這是他媳婦 三個權重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無症狀 照樣感染 所以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已經不適用了 對 我要再講最後一句話 我知道時間到了 但最終一句話 他沒症狀傳給他太太 可以住什麼 ICU 很嚴重 就是說他本身沒症狀 你以為他病毒量很低嗎 他很可能病毒量很高 而且你不要以為 他傳出來的病毒就不重要 他傳給他太太 可以讓他太太進入ICU 就是基本上不知道 救得回來救不回來 我是不知道 我這救回來救我不知道 但是even看到這些東西 你也很恐怖你知道嗎 羊羊羊羊羊羊 好 陰陰陰 羊羊 看到沒有 這樣真的恐怖 真的 所以我就常常在講 我說這支病毒很新 對我們科學家來講 我們才兩個月來了解它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不了解的 這支病毒不只很新 而且很難對付 好 我們回來看 那韓國的疫情這麼樣的嚴峻 還會持續的升高嗎 對周邊國家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來看現在在防疫上 最擔心的仍然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腹羊 腹羊這種情況 現在已經不是特例了 而是很多的例子都顯示 確實有很多的確診病例 他在治癒之後 或者他在雙彩因 三彩因之後 又再度的出現陽性反應 這兩天大家討論比較多的這個例子 是來自於鑽石公主號的這位老父 他回台之後三彩又確診 這是第一個讓我們擔心的 而且他是在日本住院住院之後 已經確定治癒出來之後 竟然又被確診陽性 另外讓我們擔心的是 病毒量低就沒有傳染力嗎 很多人說其實在無症狀的時候 我剛剛其實潘老師也談到 無症狀的時候其實你的病毒量是很高的 那麼在確診治癒採因之後 如果有復陽就是病毒量低 無傳染力嗎 真的如此嗎 很難講 其實我們說我們自己的病例的追蹤 也有看到說復陽的現象 那復陽之後到底還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就是說我們後面的所謂的復陽 通常他病毒量都比較低 因為我們這個是半定量 我們可以知道他病毒多少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他是不是就有傳染力 或沒有傳染力呢 不知道啦 不過醫學的基本原則 所有的東西都會有例外 你可以說病毒量低 傳染力比較低 因為他是有點平行關係 可是你要看你的情境 你如果是有一個 好像是已經陰性兩次了 然後是陽性的病人 我跟你說他沒有傳染力了 你去抱他 親他 你可能就被傳染了 所以問題是 你跟他的接觸的情形有多親密 他絕對不是完全沒有傳染力 只是傳染力比較低而已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已經確診 然後被陰性的人 其實還是要加強注意 就是有時候會有復陽的現象 雖然他傳染力很低 但不是零 這個地方我要特別強調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要看你接觸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我都同意 但我要講另外一個觀念 很重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還沒有痊癒出院的人 那所謂的痊癒的定義是什麼 可是還沒有痊癒又怎麼會出院 你講得很好 現在我們痊癒出院的標準非常的高 不是只有二彩因 三彩因 我要跟你強調這個 大家不知道另外一個參數 就是血液參數 因為我們要測這個病人的淋巴球 淋巴球假設有回升 或者還有發炎指數 包括C反應蛋白 包括乳酸去青酶 這些都是我上次在你節目有講過的 所以因此現在目前 血液的指標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他是痊癒出院 那因為他已經有抗體 因為我們痊癒出院有很高的標準 那如果他有抗體的 基本上就算他驗出那個陽性 張上淳教授今天說了 他說那個不具傳染力 但是如果他沒有痊癒 比如說你不是說只看 那個病毒檢測是陰性而已 你如果說血液的參數沒有上來 包括淋巴球參數沒有上來 包括C反應蛋白沒有恢復正常 包括乳酸去青酶沒有恢復正常 這種情況就算陰跟陽的變化 那就可以傳染 所以我上次在你節目 你記不記得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就曾經講過 說如果是全好的人 他有抗體 基本上你就算踩到弱陽性 他都不會傳染 基本上是不會了 但是除非是你根本沒有好 你的抗體沒有出來 他只是跟病毒在什麼 幾下贏 幾下輸 幾下贏 幾下輸 那你沒有踩到 那個就會 所以我在強調的是說 現在目前我認為 因為我們台灣醫療是全世界的 應該是痊癒出癒的標準 它應該是有包含血液的參數在裡面 所以台灣如果治癒出癒 我們是可以放心的 對 你要相信台灣 對 那潘老師是覺得日本標準比較低 我不敢講 但是 因為這位七巡富士 沒有 但是他也有可能 就我剛剛講的就是張上淳教授講的 就是說他已經有抗體 他痊癒你就算測到弱陽 他沒有具感染力 你聽懂這意思了嗎 簡單來說就是確診之後 即便你治癒 你還是有可能出現陽性反應 但是你出現陽性反應 如果是弱陽性 只要不是過度親密接觸 就不要太擔心 對 然後另外就是你的抗體都出現了 那個也不具任何感染力了 因為我們現在測到 有的時候是死病毒 我們測不一定測到活的 那死病毒也會陽性 當然陽性 我們只是測PCR而已 因為沒有測到會不會生長 所以屍體也是陽性的 是的 病毒屍體也是陽性 但病毒屍體是不會傳染的 是的 好 所以不要太擔心 無 price 人偶像 你不是見過 人偶像 人偶像 幸福 是 有 我 你 有